那龚老师真的很厉害 跟着龚老师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学唱歌 我上台前我想要真的跟他聊一聊 看我可不可以发声 他就给我教我了 可以指导一下吗 上台前我要怎么样 因为我阴很飘 阴很飘特别重要的是单甜 我单甜 往下压 所以就 还有没有什么更放松的 这就是放松最好的练习 所以就是这里往外推的感觉 在换气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都是保持往外 对 内股一直都是保持往外 对 他应该是国家艺术歌唱家了 我从五岁就上台唱歌 我这辈子没有干过别的 一直都在唱歌 中央民族乐团的龚琳奈 其实我没想过他会来参加这样的比赛 我妈妈第一季她就看 她非常喜欢 第一季她看完她就跟我说 她说女儿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参加这节目 我看见我妈滔滔不绝 很兴奋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我参加了这个节目 会让我妈妈开心 那您为什么要写《爱如火》这首歌 是因为网上说的 网络上说 龚琳奈会唱《爱如火》加《忐忑》 我就给我妈看 我说妈妈 你觉得《爱如火》这个歌怎么样 我妈说 很好啊 这首歌还挺有激情的 我一定要唱我妈喜欢的歌 我特别想创造的舞台 是具备中国文化的 更有历史传奇色彩的 中国风格的当代作品 听在听 是爱情 是烈火 你在笑 疯狂的人 是无聊 心在跳是爱情日烈火 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 爱如火会温暖了心我 我看见爱的火 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 是霍霍的烈火 01 4 未见уки 爱的火焰闪烁 心在调识爱情如烈火 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 爱如火灰温暖了心窝 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 好强哦 对 一声共鸣都出现了 醒了 听她唱完感觉自己走错棚了 我认为流星的舞台 不是一味地模仿别人的文化 一定要在我们自己的 中国传统的根基上成长的 才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作品 辛苦了 古琳娜姐姐 谢谢 老公 民族的就是最酷的 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唱 也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 边唱边跳 用这种唱跳的方式 所以如果大家会很喜欢 也鼓励我的话 就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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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